反正 在我们许愿者这一瞬间 就永远都是真的 爱上一个人 后悔也来不及了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这个姓沈的 一看就是家里的公子哥 这种人我在上海见多了 有几个是真情的 有哪几个不是出来玩玩的 甚至 甚至都有可能家里 给安排了 门当户对的亲事 二妹 你呀 心思单纯 若真的认真起来 最终吃亏的是你呀 吃不吃亏是我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二妹 我断然不能看见 二妹山下泥潭 袖手旁观呀 我必须让她知难而退 朱皇才 信口慈患 我不是公子哥 更没有订婚 把你放个屁 拖回去 躺下 我 我真的没有定情 你只要记住我这句话 就行了 为什么要记住你这句话呀 我虽然不是什么大英雄 也没有天大的本事 可以解决你现在 所有的问题 但是请你相信我 你的担子 我愿意跟你一起承担 是一切 事顺心 生意红红火火 这旁边还有早生贵子 好多人许愿啊 虎伟声张应签订终身 结为夫妇 愿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 这个人太糊涂了吧 他希望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但要是不灵的话怎么办 多丢人啊 反正结婚了 也来不及了 这倒是 我听过一句话 你知道 结婚为什么要选好日子吗 为什么 因为结了婚以后 就不会有好日子了 所以结婚之前要睁大眼睛 结婚之后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旁边有个新的 我已经不喜欢你 你是不是早就不喜欢我了 愿意与他幸福 而我自当猥亵了 张英 看来愿望终究是愿望 不一定能实现的 反正 在我们许愿者这一瞬间 就永远都是真的 你都不了解我 以后会后悔的 爱上一个人 后悔也来得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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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后悔也来得及了 在这里 我还没发现 又是不错的 但是我还没发现